我要錯綁看鏡頭 請問柚子現在幾歲 3歲 但是8月5號就4歲了 原本我繼承8月14號 但最近搬家發現他的那個 健康檢查表上行 他的出生日期是8月5號 那他為什麼叫柚子 叫柚子是因為他那時候 從中秋節的時候來我家啦 因為我對第一次命名 沒有什麼樣的概念 我想說叫嫦娥很奇怪 那不然叫柚子好了 比較適合 日文的名稱單純就只是好玩 所以幫他加了一個他的本名 Yorki是我在家裡叫他的名字 這算是我朋友送我的 因為那時候他那邊就是剛好有 好像兩三隻 三隻狗狗的寶寶這樣 然後因為是他們家裡的狗狗 自己生的 那時候他就問我說要不要 我自己本來就我在想說要養狗 對然後那時候就因為這樣的機會 所以就把他接過來 那你每天都會帶他去散步嗎 對每天都要散步兩次 一次都要至少 三十分鐘到四十五分鐘以上 那柚子最喜歡吃這個食物是什麼 所有人可以吃的東西 他都很喜歡吃耶 但是他最喜歡吃的應該就是肉類 可能牛肉啊或是雞肉 那他有討厭吃的東西嗎 他討厭吃的東西就是香菜之外 還有花野菜 對花野菜他也不喜歡 那你最近搬家嘛 你有因為柚子 有可以選搬家的地方嗎 有我就是因為柚子所以搬家的 因為原本住的地方真的是有點小 然後室內大概就十五坪左右 然後我想說對一隻狗來說 如果他還有十幾年要生活的話 想說幫他找一個大一點的地方 然後附近可能就要很多公園 所以因為這樣子所以搬家 搬家他有沒有就做得讓你吃得很感動 沒有耶 因為我第一天要整理我的家具跟家當的時候 他在我還沒有安床的時候呢就把他自己的身體直接移駕到我的床墊上面 然後睡了一整天看我自己一個人把所有東西整理完 我喜歡他上你的床嗎 我喜歡他上我的床 但是他現在都沒有分寸 就是已經完全沒有邊界 他想上來就上來這樣 然後想離開就離開 所以我的床墊呢 現在全部都是狗毛 那我每天睡覺前我一定要用那個 抹布把我床旁邊的那個檯面全部都擦一遍 棉被啊或者是枕頭也需要用滾 滾輪把他先滾過 連過一遍這樣子睡起來才不會一直打分體 那他有做什麼事情然後你的就讓你很神經 他第二天在我家 新家的床上 大便 可是我可以理解啦 因為其實狗狗到新環境多多找找會想要留一些記號 來宣示那是他自己的地盤 所以我那一次沒有非常的兇的兇他 但是我有嚴厲的警告他說 不可以喔 不可以再繼續做這樣的事情 你大過一次就好 那我問解釋說會帶給他嗎 你有什麼指令 因為製作單位也希望我帶他 也因為我常常有時候要到公司比較久的時間 我又不放心他自己一個人在家 可能長達七到八個小時 所以我就後來乾脆就是把他 我只要可以帶他我就把他帶去公司 你有帶他去紙晶片嗎 有 那時候他有紙晶片 然後大概半年的時候就結紮了 有有有有那個預防針全部都要打 而且我是等到他打完那個十合一之後 才真的放心的落地讓他在地上走 在還沒有打完預防針之前 我不敢讓他隨便去舔地板上的東西 有什麼樣的正陽光 第一個是一定要有耐心啦 接下來這可能是一個 長達你人生八分之一或七分之一的時間的歲月 那在這段時間你必須要萬全的準備 你可能在人生中遇到了各種 不論是結婚生子 你都要去思考很多的狀態 就是你不可以因為這些狀況而去拋棄他 然後他只要跟著我 我就會覺得他必須在我的面前 一直到快樂的死去這樣 對我覺得這是一個 當初在養他的時候就已經想好的事情 這個階段就是自己的心理方面上的功課要做好了 我有看過一些是沒有準備好之後就養 然後覺得好像就是讓自己心靈上富足或滿足的一個動物 但其實我覺得這樣子的一個角度是不對的 因為其實我們更多的是在他陪伴我們快樂的時光過程中 我們必須要付出很多的事情跟時間 就是愛 對 我們先跟著我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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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